4號走上5點23分 這架華航CI-74阿姆斯特丹班機 抵達桃園機場 上頭與大箱貨櫃準備卸貨 裝載的就是來台的G2P AZ疫苗 相關人員將疫苗趕緊卸貨 再往貨運站辦裡通關 押到貨運倉儲 而警車和海關車也跟在後頭護送 這次透過COVAX配送的 102萬劑AZ疫苗 首批19.92萬劑在4號早上抵台 不過有別於第一批 此次AZ疫苗是透過COVAX機制採購 這批疫苗效期更短 施打時辰恐怕迫在眉睫 分配發配時間其實拖滿久了 那第一個我們擔憂 是不是效期會不會很短 那所以大概我們對第二批的開放 可能會加快 雖然這次AZ疫苗也是從韓國廠出廠 檢驗時間比上回更短 不過採購疫苗後 會先集中到阿姆斯特丹再運出來 因此時間會拖得比較久 觀察時間會變短 然後趕快再往下去開 讓更多人 讓這個疫苗能夠誤盡其用 陳時中表示4月6號將擴大開放 第一類公費接種對象 原本預定是接種後觀察10天 再評估開放公費的施打對象 但以目前的狀況來看 觀察時間必須要縮短 並加緊時間往下繼續開設 種種對象才能讓疫苗能誤盡其用 接種後觀察時間會被施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